好,同學我們接下來介紹說我們的心臟其實它會有聲音,這叫心音 那心音其實有兩聲,第一聲叫做第一心音 我們把它叫做哭,第二聲音叫什麼呢? 通 那為什麼會發出哭呢? 這個哭的聲音比較大聲,通比較小聲 哭是因為當我們的心事收縮的時候 心事收縮的時候 同學,血液要往哪邊去? 心事收縮,血液要往哪邊去呢? 這個心臟,這個是半膜 當心事收縮的時候 心事收縮的時候,血液應該要往動脈去 要往動脈 但是呢,因為這個過程會撞擊到哪裡? 就算一個半膜 我們先畫一下 好,這邊是心房 這邊是心房 這邊是心室 這個紅色的箭頭去的地方是動脈 當心事收縮的時候,血液要進入哪裡呢? 血液要流入動脈 但是問題是呢,血液要上去的時候 也會撞到這個牆壁 這邊有一個半膜,叫什麼半膜呢? 心房跟心事的半膜 所以,血液因為是這樣下來要上去的時候 它會撞到這邊 所以,會造成血液撞擊 撞擊到哪裡呢? 心房跟心事的半膜 所以,就會發出噗很大的一聲 呃,叫做防事半 心房跟心事的半膜,叫做防事半 這時候就會發出噗的一聲 好,就是這樣來的 那第二聲音叫什麼呢? 第二聲音叫做通 不通 通比較小聲一點 那這個聲音怎麼來的呢? 也是一樣,撞擊到半膜 撞擊到哪個半膜呢? 第二組半膜在哪裡? 第一個半膜在這邊,叫做防事半膜 叫做防事半膜 第二組半膜在這邊 在心事跟動脈之間 心事跟動脈之間有另外一個半膜 這邊有一個叫做半月半 不過你們不用記這個名字 第二半膜是在心事跟縱脈之間 當你心房心事都舒張的時候 舒張就是放鬆 心臟收縮的時候它會撞到半膜 可是放鬆的時候血液會有點倒流回來 也會撞到半膜 這時候撞擊的聲音比較小聲 所以心房心事舒張的時候 血液會有點倒流就會撞到哪裏呢 血液有點些微的倒流 撞擊到哪裡呢 撞擊到動脈跟心事之間的範圍 撞擊動脈和心事之間 撞擊到逼闢 的半膜 這個半膜叫做半月半 好,所以這時候就會發出通的聲音 所以那個扑的聲音要大聲,通比較小聲 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這就是關於心臟的心音 一個是收縮的撞擊,一個是舒張收的撞擊 但是共同點就是撞擊到什麼 都是撞到半盒的聲音 因為我們有兩組半盒,一組在心房心室之間 一組在心室跟什麼 動脈之間 這樣可以嗎? 好 你去幫我先切掉